大家好,我是不死鳥葬礼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广告游戏 广告游戏其实现在并不少见 打开你的手机,打开每一团APP 点开那个就要做袋鼠快跑的东西 你看看它,它就是个广告游戏 现在能见到的大部分的广告游戏 其实都是品牌上为了推广自己品牌或者产品制作的互动类小游戏 许多的游戏还包含着很多营销活动在里面 其实很多人热衷的在支付宝上的 受能量重数还有养鸡都可以算作是广告游戏 这些游戏的目的就是通过免费的方式吸引大家参与到品牌上的营销活动里 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玩这些游戏是要收费的 大部分人肯定会觉得这个商家肯定疯了 但是在游戏史上从前确实是有一波广告游戏 是要大家自己掏钱买的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有几个著名的高热量食品贩卖商家 当年推出的一系列广告游戏 首先我们来看金拱门 金拱门作为全球最大的连锁快餐企业之一 曾经在FC、SFC、GG、MD各大主流平台上都推出过自己的游戏 其中麦当劳世界、麦当劳的财宝岛大冒险、麦当劳的魔法世界大冒险都是以许多人的童年噩梦、麦当劳小丑作为主角 另外两款游戏 麦当劳小资和环球决斗士则是以两个叫米克和麦克的小孩为主角 1988年麦当劳世界在FC上发行 就我个人来看的话 这个游戏的制作水准并不算高 毕竟超级玛利奥三、混斗罗、双节龙这些经典游戏也是童年发售的 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经典游戏可以甩麦当劳世界几条街 这个游戏诡异的画面和飘忽的手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游戏的难度 对于我这种手残来说 这个难度确实不小 虽然制作水准有所欠缺 但整体而言麦当劳大陆还算一个合格的游戏 而且类似于后来许多FPS游戏里的火箭跳 特别的通关技巧和关卡通关后的商店功能 还是为游戏增加了许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麦当劳世界当年只在日本发售 而在欧美发售的麦当劳FC游戏 则是下面这款麦当劳小资 麦当劳小资由维珍游戏开发1991年发售 但是这款在麦当劳世界上市三年之后发行的游戏感觉向后退了一大步 不论是游戏的画面操作都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这个游戏手感比麦当劳世界还要飘 而且这个游戏大家看画面感觉就像是一个超级马里奥三合松鼠大战的低配合体版 但是如果有玩家能够接受画面和操作上的瑕疵平行进去的玩下去的话 就能体验到一个小型开放世界不同于横板破关游戏里带来的乐趣 随着游戏的过程角色不断的获取新的能力 可以回头探索之前已经通关的关卡 然后在这样反复的探索过程中 之前关卡里大量的隐藏要素就会被不断的发现 可以说这个游戏丰富的内容被低质量的画面和操作拖了后腿 这款游戏最终的销量是多少我没有查到 不过金狗门显然想要最大程度的榨干这款游戏的价值 于是麦当劳小资又改名为麦当劳大陆被移植到了GB上发售 而开发商为真游戏则更是将GB版的麦当劳大陆换了一张皮又卖了一次 这个换皮游戏同样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广告游戏 我会在稍后的内容里面提到 游戏的两个主角米克和麦克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和麦当劳的关系是什么 不过在两年之后他们又再次以主角的身份登上了世家的MD平台 由米克和麦克继续担当主角的环球 绝对是在1993年发售 同样是由维珍游戏开发 不过这一次维珍游戏没有让画面和操作在拖后腿 游戏的整体品质值得大家花时间去玩 整个游戏的系统其实比较简单 每一个关卡需要玩家收集一定数量的金狗门logo 然后找到小丑就可以通关 这个看似简单的玩法却因为游戏地图的复杂程度变得有趣起来 游戏过程中除了关卡开头和通关的地点是固定的 每个玩家都可以按照自己想法进行游戏 反复探索成为了许多玩家的乐趣 而且除去不同关卡之间的地图差异 登场敌人也会随着关卡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外观方面 敌人的攻击方式 判定范围都会各有不同 在环球决斗市发售的同一年金狗门在MD上还推出了另外一款游戏 就是麦当劳财宝岛大冒险 开发麦当劳财宝岛大冒险的是制作了火枪英雄 魔枪统一战班纠等著名游戏的夜内传奇财宝社 据说当时刚成立的财宝社正是因为获得了麦当劳财宝岛大冒险的开发合同 有了资金保障从而能够开发出传奇经典火枪英雄 不知道财宝社的名字来历和麦当劳财宝岛大冒险是否有关系 总之感觉很微妙 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个游戏叫做财宝岛大冒险 而很多网上对这款游戏的翻译是麦当劳金银岛大冒险 虽然是一款广告游戏 不过经由财宝社的开发 游戏的总体质量可以说在MD平台游戏里面可以排进中上水平 许多人评价它是麦当劳最好的广告游戏 我个人感觉与之前介绍的那款环球决斗士相比 除了系统上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画面色调相比环球决斗士要明亮鲜艳 从视觉的层面上可能这样更贴合麦当劳的品牌形象 最后要聊到的一款麦当劳的游戏是在1994年发售世家 掌机平台的麦当劳魔法世界大冒险 这个游戏有与世家相关的SIMS开发 据说财宝社也参与了部分的开发工作 受限于世家的掌机平台的机能 游戏的画面及系统自然都无法与财宝岛大冒险相比 不过作为一个八位平台上的游戏 魔法世界大冒险还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作品 就像是一个成绩中有的学生 既不是最差的也不是最好的 自然不会给大家留下太深的印象 麦当劳的游戏先告一段了 我们现在聊七喜 因为在美国本土和美国以外的地区 七喜的品牌使用权分别属于胡椒博士和百事集团 所以七喜也拥有两个气质上完全不同的卡通代言 一个是中二期满满的小红点和大家更为熟悉的七喜小子 七喜的游戏的主角几乎有小红点承包 而且这些游戏全部是由维珍游戏制作的 而七喜小子好像只有一款没有正式发售的MD游戏 第一个要介绍的七喜游戏 叫小红点游戏版发售在街机和FC平台上 这个游戏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介绍 因为它就是一个规则非常非常简单的跳起游戏 游戏过程非常无聊 我玩了一会儿就困了 大家就在这里看一下就好了 小红点酷冒险 我记得这个操作真的是挺骚气的 1993年酷点在SFC与MD两个平台发售 据说当年主打的平台是在北美市场更强势的MD 不过我个人感觉SFC版本的画面似乎要更好一些 可能由于同样是唯真游戏制作的原因 这个游戏和我们之前介绍的环球决斗士的 基本思路是相同的 就是在整个游戏场景内收集一定数量的小红点 然后找到另外一个被关押的小红点就可以通关 当然要做到全收集 还是需要花费一番力气的 这个游戏可能是我今天介绍的 所有的广告游戏里面素质最高的一作 而且游戏难度也挺高的 据网上的资料说 当年如果有人可以通关这个游戏完成终极挑战 你可以把通关画面拍下来 然后将照片寄到游戏说明书上标注的地址去 证明你完全打通了这款游戏 然后七喜就会给你寄来奖品 小红点《荣床好莱坞》是1995年在MD平台上首先发布的 然后1996年又登陆了当时真红的土星和PS 这一作小红点的舞台来到了知名的好莱坞 作为酷点的续作 游戏的基本要素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地图的复杂程度比酷点简化了很多 而且游戏的视角变成了斜45度 但是这个视角的变化 我感觉非常的要命 这个视角会让人对游戏里的角色和周围的环境 产生奇怪的误差 导致游戏的难度有一种不正常的提升 但也可能是我自己手残造成的 现在七喜小子作为一个时尚标志比小红点更知名 但是以他作为主角的只有一个半成品MD游戏 据说这个游戏当年因为发行公司倒闭了 所以没有完成制作 不过现在互联网很发达 这个游戏的Room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体验一下 根据这个游戏版权页的内容和网上搜集到的信息来看 其实这个游戏本身和七喜没有什么关系 而只是以这个卡通形象单独制作的一个游戏 聊完了七喜自然要聊一聊他的同门 两大快乐水之一的百事 百事超人是1999年在PS平台上发行的 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 剧情略微的有一点杀掉 游戏的大部分过程就是控制着 这个有一丝丝猥琐的超人通过左右移动跳跃滑铲 这三种操作来躲避障碍 并且在奔跑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收集百事可乐 关卡中还时不时会穿插一些垃圾桶套头 或者飞天滑板一类的小花絮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着玩一下 整个游戏有种没有完全做好的跑酷游戏的错觉 然后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游戏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运送百事可乐的卡车 挡在主角向前跑的路上 我感觉就是这个完全是自己人给自己人下套 然后在第1-3这个关卡里面 超人会被一个巨大的停装可乐主意着跑 然后我在想如果要把那些运送百事可乐的卡车 和这个巨大的停装可乐 换成可可可可乐的话 或许会让人觉得更有趣 毕竟两大快乐水相爱相杀的广告 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个游戏里面 百事甚至连这方面的暗示都没有给 但是他的死对头可可可乐 在游戏上干的事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我找到的关于可可可乐推出的游戏就只有两款 一款是叫百事入侵者 另外一款是可可可乐小子 百事入侵者是1983年在亚达利2600上推出的 这个游戏并没有在市场上正式的发售 而是作为1983年可可可乐销售大会上的礼物 发放给参会的高层 毕竟这个亚达利2600这个游戏机过于古老 画面和游戏性确实没有太多可以介绍的 游戏其实就是太空侵略者的幻皮 原来的六个外星人的形象被改成了百事的五个英文字母 加上一个外星人 然后在顶部会移动的那个原来的太空船 也变成了百事可乐的标志 然后底部的激光炮从画面上可能看不出来 然后在游从游戏封面上可以看到 它应该是一个玻璃瓶装的可可可乐 就作为一个可可可乐怼百事的游戏 在整个游戏过程里面 其实最引人注意的全部是百事可乐的元素 感觉有点怪怪的 在百事入侵者这个六代耶斯吸血的非卖品 推出11年之后 可可可乐终于发布了一部正经的广告游戏 1994年可可可乐进一步的打开了日本市场 可可可乐小资的卡通形象很受欢迎 于是可可可乐勾搭上世家 在机器平台上推出了可可可乐小资的游戏 当时还推出了一部同捆限定版的主机 不过因为大家都熟悉的功耗原因 世家机器的市场表现确实不怎么样 所以这个游戏的传播度好像也不是很广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封面上还有一行字叫 萨爽少年英雄传中二气质很足 这个游戏的品质呢和之前聊到的同样是在机器平台上推出的麦当劳魔法世界大冒险 我感觉是不相上下 你不能说它做得太好 但是也不能说它很差 反正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平台跳跃游戏吧 说完了快乐水 我们再来聊聊小零食 提到奇多这个品牌 除了它的吉祥物奇多爆 在很多80后90后朋友的心里 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以奇多圈为代表的 当时很多奇多附赠的小玩具 想当年要是能够激起一整套的奇多圈 那个是相当值得炫耀的事情 做了那么多小玩具的奇多 肯定不会错过电子游戏这个领域 奇多也曾经在1992年 一年推出了两款以奇多爆为主角的游戏 一个叫疯狂探索 另一个叫太傻了 这两款游戏都登录了SFC和MD平台 但是这两款游戏的评价并不高 尤其是那个太傻了 真的是太傻了 狂野探索也是一款平台跳跃游戏 虽然制作上比酷点环球角都是一级 才报道大冒险要粗糙许多 但是可玩性也不低 单个关卡的流程并不是很长 不过关卡的设计还算有趣 然后一击毙命的游戏难度 让这个游戏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 特别是对比接下来要介绍的另一个奇多爆游戏来说 狂野探索简直不是好一点点 如果说狂野探索还能算一个可以玩一玩的游戏 那么现在说的这个游戏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去评价它 完全想象不到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会有什么人去买这款游戏 这个游戏和它的名字简直完美匹配真的太傻了 偷回忆在亮点可能也就是BGM了 聊过了快餐快乐水小零食 现在我们说一说主食 2004年日本餐饮连锁公司 吉野家在PSR平台上发售通名游戏 打开游戏之前 我以为这个是一个以吉野家餐厅为背景的经营模拟游戏 但是进入游戏之后 很快发现整个游戏的主要流程 就只是给客人端饭 操作非常的简单 不停的移动到客人面前 然后按下相应的按键 就等为客人上菜 但如果你按错了键 客人就会发脾气 然后导致对餐厅的满意度下降 听上去好像很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 简直让人发狂 因为游戏的节奏太快了 然后好像这些客人的脾气都不是很好 你稍微动作慢一点 他们就马上起身走掉 然后也会降低客人的满意度 而且随着后期经营的店面的规模不断扩大 移动距离的增加 短时间内大量这种连续的操作 完全是手藏胆的噩梦 在每个店铺经营的最后会出现特别的客人需要电源进行EV1的特别接待 然后方式的话也是按相应的按钮达成特定的操作要求 也许是发售时间比较靠后的原因 吉野家的这款游戏 它的模式已经非常接近现在许多免费广告游戏的样子 只是难度不太一样 然后游戏里除了一般的游玩内容 还包含了截止到游戏发售时 吉野家这个企业的大事年表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吉野家的知识问答 从企业品牌宣传的角度来说 这个游戏涵杆的内容已经足够丰富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东西拿出来要玩家掏钱自己去买的话 还是有一点过分 最后要提一句的是MM豆 MM豆从2000年到2009年 MM豆从2000年到2009年 在PC GBC PS GBA NDS和V多个平台上发布了共8款游戏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在准备这一期内容的过程中 只找到了一款GBA平台的MM豆方块 所以没办法向大家详细介绍MM豆的游戏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会在以后花时间找起这八个游戏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期节目最后我想说 其实广告游戏本身就是一个品牌IP的衍生品 如果这个游戏的品质足够好的话 其实品牌粉丝也乐于出血去买一份这样的游戏 但是品牌上还是要注意节操 因为如果像奇多爆那样的游戏 想要拿来卖钱的话 确实过分了 好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老游戏 希望能够在留言区留言和我交流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能够点赞投币收藏 多多支持我这个新人up主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次再见 好